当我们开肯完茶园且种植完茶树后 接下来还要注意茶园的田间管理 在茶树生长的期间 有几项不可或缺的要素需要特别控管与注意 包含茶园灌溉、茶树肥培管理以及茶树碱汁 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几道思考题及说明 来认识茶园的田间管理吧 由于台湾冬季与夏季的雨量多寡 有着明显的差异 所以茶园的灌溉是很重要的 由于茶树为长绿树 适度的灌溉可以让茶树一年四季都正常生长 然而若没有适时进行水分的补充 将可能会造成茶园出现干旱的现象 进而影响了茶叶采收量与品质 因此不得不多加留意 一般茶园灌溉是以管路灌溉方法为主 大致上可分为喷洒灌溉 低压PE穿孔灌溉或点滴灌溉 喷洒灌溉是利用压力将灌溉水经由管路系统输送至支管上支喷头 由空中向地面喷洒 低压PE穿孔灌溉是建由水源压力沿主管输送至各支线的穿孔管 在穿孔管内部充满水分后 即由管壁上支系统喷出 点滴灌溉则是以地表或埋设于地面下的滴水器材与系统 在地面上或地面上进行缓慢供水 而管路灌溉的优点有下列几点 请你点按画面按钮观看详细内容 浏览完毕 请点按下一页钮继续课程 灌溉效率高 可迅速透过管线将水散布至茶园各处 使用不同地形 可用于高低不平的茶园中 利用加压或压力落差方式进行灌溉 减少水资源浪费 容易控制输水量 均匀分配至各灌溉区 方便机械作业 管线体积小 亦可埋涉于土壤中 不影响到其他机具进出 可搭配施肥并形 可运用相同管线喷洒有机易肥 节省人力 虽然茶树生长所需的各种元素 大部分皆可从土壤中获得 蛋部分如蛋、磷、甲、钙、钙、鎂等需求量较大的元素 则需另外透过施肥来补足其生长所需的养分 此外 由于茶树生产收获量 会受到最缺乏的营养要素所控制 使用过多的肥料 反而会造成营养失衡及浪费 至于要使用多少肥料 建议可透过土壤检测 来了解目前的茶园土壤状态 并透过茶树叶片检测 来了解茶树的营养状况 以作为施肥的参考依据 此外 也要配合气候 例如 需在土壤潮湿时适用肥料 干旱或有鸡血现象时皆不适宜施肥 茶树生长状态 例如幼年期与成年期所需的养分多寡皆不同 茶圆土壤特性 例如 茶树适合生长在PH值介于4.5至5.5的酸性土壤中 所需肥料量 例如 使茶圆土壤肥力及茶树营养状况 调整合适肥料量 以及正确的食用方法 例如 使状况于施肥后进行覆盖 或是让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 来达到合理化适用肥料的目标 其优点 为在不浪费肥料的状态下 能提升或维持茶叶的产量与品质 同时还能够保护土壤 不被过度使用或污染 使土壤可以永续利用 至于合理化施肥的实际做法 应涉及较专业的知识 也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建议 若有实际的需求 可先至茶叶改良厂网站上的 茶树栽培技术 茶圆土壤肥料中的茶圆肥培管理 及合理化施肥项目 找到相关的说明及咨询的管道 有专业人士指导与协助 以达到最佳的施肥成效哦 茶树的碱枝方法 是茶树的生长状况 大致可分为 前碱枝、中碱枝、深碱枝以及台翼 前碱枝指的是 在去年碱枝处上方提高3 到10公分处进行碱枝 中碱枝指的是 在现有树膏至一半 或离地面45公分处进行水平碱枝 深碱枝指的是 在离地面20至30公分处 进行水平碱枝 台翼指的则是 离地面6到9公分进行水平碱枝 而茶树是否需要进行碱枝 则应是气候以及茶圆管理需要而定 一般来说 碱枝时期大约会在冬至至大寒期间 且碱枝后也要进行适量灌溉 以避免茶树遭受干旱而影响生长 由于台湾气候高温多湿 茶树又是多年生长绿作物 茶树病虫在适宜的环境下 可能很容易就会猖獗 茶树病虫害可分为病害与虫害 病害有60多种 其中以占菌所引起的病害最为常见 而虫害虽达130余种之多 但经常发生虫害的种类并不多 由于茶树病虫害的种类甚多 一般茶农并无法完全了解 并辨识出所有病虫害的症状 若贸然使用农药或其他药剂 都可能会影响到茶树生长发育 茶精产量以及制茶品质 因此不可不慎 如果发现茶园中可能有病虫害的问题发生 可先至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的植物保护手册中的 特用作物病虫害单元查询作物的病征及防治方法 你也可以在茶叶改良场网站上 植物保护项目中的茶树病虫害简介 与茶树病虫害防治中找到相关的介绍及咨询的管道 由于茶树病虫害的种类很多 贸然适用药物都可能会影响到茶树的生长 所以建议可透过申请茶树病虫害诊断作业的方式 请专人协助诊断 才能够对症下药 防治茶树病虫害的侵袭哟 学习完这个单元的内容后 你对于茶园的田间管理是否已有初步的概念了呢? 别忘了要做好茶园的田间管理 才能让茶树正常生长哦!